《同路人》 好,多谢你收听《欣语同路人》 而今天仍然有家家陪伴你在《欣语路上》 亦都继续有我们这位多才多艺 内在气质和外在美丽兼备的张玛丽 会是极有趣味 为我愿起上的你 后来完全是没有珍奇 令世上增添生气 心会始终知道 愿没有你前来 没法拒走 泪和悲 在上一集 Mary张玛丽和我们散步的时候 分享有关她在童年时代 小小个由一个流落街头的小蚊仔 到八九岁被保粮局收养 才可以说 叫做有一个妻生之所 有机会读书、学书 到了中学毕业 参加七五年的香港小姐 得到冠军之后 就改写了张玛丽的下半身 而Mary成为香港小姐之后 就让她开阔了很多的眼界 和开拓了更多的空间 去达成她的理想 一向自小 喜爱画画 唱歌、跳舞、艺术方面的张玛丽 之后她有更大的机会 去完成和发挥她的艺术天分 让她有更多的机会 到世界各地 以画画、摄影、写作 去抒发她对世界那份的 真、善、美 对生命有着 信、忘、爱的信息 透过她的艺术作品 和别人分享 而在上一次张玛丽近和我们 提到有关她对父母那份 内心曾被遗弃的个人感受 是有苦劫的 但是却没有带着太多的恨 特别对于她的母亲 当张玛丽成为母亲之后 她更加体会和体谅 去明白自己母亲的感受 后来事隔三十几年之后 她更加见回自己的亲生母亲 知道对方也信了耶稣 张玛丽更加体会 耶稣基督的爱和接纳 以感恩的心 去和她母亲相聚 张玛丽一生是充满着一个传奇 她形容过往她一切所经历的 是由一无所有到现在 拥有给所想的更多 过往由孤零零一个到现在 是有自己家庭 有子女 有事业 更有属于自己艺术世界 她形容这些一切一切 都是上帝赐给她的恩典和礼物 是奇妙的恩典 是美丽的传奇 而稍后 Merry张玛丽会继续和我们分享 她的人生故事 千万不要错过 上帝听祷告 恩语听倾诉 心情信箱的电邮地址是 lifecare L-I-F-E-C-A-R-E at Sobem S-O-B-E-M dot O-R-G 在86年受证成为基督徒的张玛丽 她将她的一生就交给这位上帝带领 在95年她成立了市场推广的公司 致力于策划企业的形象 共关活动 和培训个人专业形象 也拥有自己的艺术世界 她开过属于她自己个人的画展和摄影展 而除此之外 Merry张玛丽也会不时出去探访 甚至也不时被邀请去分享她的个人经历 传扬福音 今天张玛丽会继续和我们一切散步 一切分享她的艺术人生 不过首先 嘉嘉真的很有兴趣想知道 Merry现在是专注于个人的专业形象 和礼仪方面的培训 但是话实话 当年选香港小姐 是有三个月的训练 但是Merry给人的感觉 有一种落落大方 谈吐温文耳眼高贵的仪态 其实Merry是否小时候 已经有机会去接触礼仪呢 我经常笑自己 实在出洋相太多 因为几个年落来 就是专家来的 我第一次是 十岁 十一岁到 那时候有一些很有爱心的 外籍人士 就是来宝良谷教跳舞 教跳舞的时候 就跳Jazz 所以我从小到大到现在都跳舞 她教完跳舞就疼我们 带我们出去吃饭 带我去一间很高贵的西餐厅 坐下在那里 当然不需要用刀叉 不用说了 还要不够 拿着一支叉刀 就在那里哼碟 杯 有不同声音的嘛 哼完一轮 说话就越说越大声 跟着就伸下懒腰 打下下舞 跟着好了 玩完一大轮了 那个Auntie就叫我来买你 她跟我说 有个人帮我翻译 因为讲英文 有个孤狼帮我翻译 她说Merry 你知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你是孤儿园出来的 但刚才你这么没家教 这样去做 那些人就会知道 你不是一个所谓 有爱 有管教的家庭里面 出来的 哇 难受到呢 直接是 那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明白 真的 宿女不是天生的 不是天生的 是后天培养的 还有我觉得 其实在另外一方面 都做了那样东西 就是体谅别人 就是关顾别人的感受 不是你自己喜欢 就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出去 就在很多地方 就在很多地方 就好像全部都是你包了 那样 那其实 我觉得这个只不过是 大家相处的时候舒服一点 明白 其实基本的礼仪 也是一种的礼貌 还有个人的尊重 不过说到礼仪 是什么人特别需要呢 还有学礼仪对我们来说 是有什么重要和帮助呢 我有一个早上看一个福音节目 有一个女士Joyce 她说了一件事很好 她说如果全世界的人 尤其是基督徒 如果他们是能够 好像圣经所教所说的去做 就没有人需要再出来传福音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行为 见证 我觉得很同意的 因为 其实礼仪是怎样呢 我就觉得 是令到这个社会更加和谐 人和人的相处更加舒服 另外一方面 也都是 很多的感恩 就是在礼仪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感恩 因为你是要 真的用很多的爱心 包容 尊重 体内 你慢慢会看到 其实跟我们江南多潮书讲的好词 不要轻易发露 不发露是一个礼仪来的 人家可能冲撞了你 不知道呢 我觉得是每一天的东西 也不用刻意 基本上那个就是 你本来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你就会很舒服 你特意要装出来 你就会很辛苦 嗯 很同意 其实跟人相处 感受到对方那份真诚和友善 相对地是加速了 大家的友情和感情的 又或者想问回张玛丽 你就是美貌与智慧并仲的代表 也是个人专业形象培训的导师 嗯 如果对于一个女孩来说 从培训的角度也好 或者从美的角度也好 怎样叫做董礼仪 或者怎样才可以做到 美貌与智慧并仲呢 我现在很多时候 在看一些女孩子的时候 我会看三样东西的 我会看三样东西的 我们叫beauty quotient 美感智慧双素 其实跟我们圣经里面的精神很痛 第一样东西就是 没办法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电来的 那我觉得由头到脚 我们应该的仪容装扮是要好的 presentable 要表现出来是大方得体 称职 第二样东西我自己觉得很重要 就是那个内在美 一个人穿得很漂亮 就算你读很多书都好 你可以不是纯事不是熟女 不是天生的 所以你怎样可以用一个爱 用一个包容的心 还有另外 去体谅对方可能还未懂 或者是尊重对方的文化 她的背景成长 各样东西 甚至到就是 我觉得很好的礼仪是什么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的时候 要令对方很舒服 一定要她很舒服 没有高没有低 没有大没有小 因为我们是互相效力的 从Mary张玛丽分享之中 嘉嘉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相处之中 如果大家可以做到 刚才Mary所说 人与人之间就可以 很舒服 很开心 没有纷争 听听一下礼仪 是可以帮助到 每个人的内涵 和情绪管理的建立 但是 又觉得是一种相处的艺术 不过说到艺术方面 我知道Mary张玛丽 至少就很喜欢艺术 而我们电视部的同事 Steven胡思汗 也是摄影的发烧友 所以有关艺术方面 嘉嘉当然要邀请Steven 去问一下Mary 除了你的行动美丽 就是礼仪方面 你自己是一个 很喜欢美丽的人 除了外表美丽 行动美丽 你就很喜欢艺术这方面 什么开始启发你 喜欢艺术这方面 小时候就已经开始画画了 我除了都说祈祷 和天父说我自己心里的说话之外 我就很喜欢画东西 就是什么都画的 随着自己的情绪 感觉 用色 一直在画画的过程里面 我常常都强调一样东西 美丽的东西当然月木 但最重要的是真 我常常都很相信 真善美 顺望爱这几个字 很简单举个例子 就是女人不改容 就是真 我就觉得真的东西就美丽 一个人真诚又美丽 她的容貌 各样东西 身材都美丽 所以尽量用真 那你在艺术方面 试过几多方面的尝试 有几多种不同的媒体 去表达你那个真呢 我觉得各样都真的 我现在又在做的东西 我喜欢唱歌 我喜欢写作 我喜欢摄影 我喜欢画画 我喜欢交朋友 所有这些都是我觉得是真的 其实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一个比较喜怒盈于识 我心里面想那句说话 我口就会说那句说话 我手写我心 我完全是那种人 那艺术对我来说 不是单是图义圣情 那么简单 透过艺术 哪几样呢 就是写作 我写很多诗 我写很多诗 我喜欢摄影 我喜欢画画 这个是比较多人知道的 那在这几个媒体里面 我希望可以和别人分享到 这个世界 其实神是做了四季 做了很多东西出来给我们 是可以好好欣赏的 但是人太忙了 我们太忙了 就是 就是 整天都是匆匆忙忙这样 没有停下一脚步去欣赏 这个世界那种的美 我好大的感受就是 有一次我去到纽西兰 看到有一坛是那些楼黄区的水 Champagne Lake 一个香槟湖那里 哇 我一看完之后我觉得 根本上他们说 一个艺术家应该向大自然学习 向大自然临摹 如果你真的见过这些景致的时候 你就会够胆落那个颜色 你就够胆画那样东西 所以我觉得 神是一个最伟大的技术家 是真的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到 其实那样东西是存在的 那我开始看到 原来 只要我们愿意 真的停下脚步 躺开个心 去欣赏这个世界 爱惜这个地球 其实真的是 世界就是真是美 对 谁走 露灯 跌破花间喜梦 曼鸟 空中飞翔 令我 不声赚好 谁走 大海 万遍天空 色彩簿 摇眼 发光星神 问你 可否知道 谁走 天空海阔 坐了 细小朝露 谁走 微妙岳章 能让我 赞美错做美好 我见你的摄影呢 有个独特之处 就是 就是 相像画 画得 你画的画 又像相 是什么去驱使 你有个 这么独特的 一个 Clossover式的 表达 我除了感恩之外 我觉得 神是疼我 我真的 很幸运 我没有学过摄影 我从小到大都画画 画到差不多 现在看起来 都有 上近20年了 生了小朋友 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没什么时间再画画 就开始用相机拍摄 你知道是喜欢拍摄 什么 拍摄一下之后 发觉到 很多东西 能斗到心 很多东西 画了她的将来 可能有时间画画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素材 我纯粹是像资料搜集 初初拍摄 所以我拍摄的时候 这个角度 就好像一个画家 看一个景致的角度 还有我每一张照片 我都希望有个信息 我举几个例子 譬如有一次我在 新西兰拍了一个水导影 一个水导影 是我早上 带着那些小朋友 去吃早餐 经过的时候 看到水导影很漂亮 但我没有带相机 那我究竟 应该带了两个小朋友 去吃早餐 还是说 喂 儿女儿跟我回家 回房子 拿回相机 那我们的职份 本身就是一个妈妈 那我应该是做个妈妈的 去做的事 那我就跟她吃早餐 事完早餐 再经过那摊水 还在那 在溶雪的导影 那我就看到 咦 然后走到另一边 有不同的导影 在水里面出现 我说 这么有趣 那我拿了个相机 出来之后 我就站在不同的位置上拍 即等于 现在我跟你大家面对面 其实我后面的东西 跟你后面的东西 是完全不同 但其实我们大家 站的位置 是不差很远的 所以原来凡事 是看观点与角度 即不可以很绝对 你这样是错 因为你不是她 你不会知道 所以每一次我自己 拍照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其实用一个开明的心 去看世界 但你要用一个正确的道理 去分析 即是有时 人家有些原因 会做了这件事 譬如我又喜欢行山 我早上很喜欢 就上香港的太平山 顶行 下一个圈45分钟 春天你上去太平山 是很多人担遮的 好天都担遮的 因为为什么呢 它一条条一条条的 毛虫 会在树上掉下来 那你一落了身上 就会痕的 痕到你又痛又肿又红 所以那些人就避那些毛虫 好了 到了慢慢慢慢过了 那个春雨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这些本来是蛹的那些 这样的毛虫 变成一个蛹 脱蛹而出 就变成一个蝴蝶 哇 那些人就开始看了 那些蝴蝶很漂亮 那些蝴蝶很漂亮 那我自己有个体会 我觉得 哇 其实就等于一个基督徒 未信住一样 你之前做很多罪恶的事 你令到人很讨厌 很不可爱 个个都怕了你 都你慢慢能够 接受基督的救恩之后 你真的会脱变的 脱变出来之后 我就好像蝴蝶那样 就可以造炎造光 令很多人欣赏 那我觉得 这么有趣 我就拍了一系列的照片 但其实那系列的照片 是在上海拍的 在上海拍的 就是拍一些气球 所以在我的艺术创作里面 我很多时候 就是有点有感而发的那种 举些例子 讲一些故事出来 你将相片 如何加上这些文字 有什么感情在背后 有什么感觉在背后 OK 有一张照片我写 或者 孩子 看到你 我怕 那就是一篇文章 就是我在 一个 十二点钟 正午的时候 拍到一个小朋友 失宿场角 顶光 我们拍照就知道了 顶光 我看了这个小朋友 我自己是个妈妈 她 在一个这样的时候 应该是人家畅游 吃茶点 或者上学 或者妈妈抱住 为什么会有一个小朋友 失宿一个在一个场角 没有人理他 责任在哪里 在你那里 在我那里 在哪里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那我就会拍摄这些照片 另外还有一张 比如我写 《幻》 《变幻》 《幻》 其实就拍到 Paul McCartney 和John Lennon 刚好在一个唱片公司 我经过 我就拍了他们 下面有一个和平的 標誌 然后有一个吉他的一半 Paul McCartney 在世 John Lennon 死了 我就写生与死 生与死 就是说 其实人生 我们好像是活生生的 但可能 你已经是好像一个 我们叫死人一样 是没有生命的 那我就 将一首歌 John Lennon的歌 写下去 You may think I'm a dreamer I'm not the only one One day you join me This will be one 你可能以为 我一个人在那里 发白日梦 在那里讲爱 在那里传扬福音 在那里做一些 所谓真善美的东西 但我告诉你 有一天你会和我同梦 这个世界可以大同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don't see Special feeling inside me I must know I know what it means to be me 和你的写作作品 摄影作品里面 看到你游历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 不但去游历 去拍摄 去写作 你还关怀很多人 什么驱使你有这个行动 其实每次说我到处飞 譬如我飞到去新基内亚 哇 自成是一个普派 坐三十个人的 好笑 大家都保识给我的 这样去落一个山头的时候 我每次坐飞机 其实我都感恩 我还有都说过 我最希望做空中小姐 当时神没有给我 但现在我全世界这样飞 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神的吉恩典很够用 还有真是他所给我们的 是超过我所想求的 那我去这些地方的时候 我想要看回 我在保良局做扶贫 因为我很小时候 就参与做慈善活动的了 就是麦奇 加莲麻会 很小时候就已经做了很多老作 做不保留国籌款 那我觉得我自己 把马里友今天 其实是很多善奖 他们的爱心 和钱 各方面那些做成 那我觉得没有的这个世界 施比寿更为有福 你去做的时候 其实你以为你去帮人 但我发觉很多次在路上 原来我是最不足的一个 就是原来我是最不适应的一个 那其实在路上一路见到 是很感恩的 就是原来你去做一些盲人的工作 原来我看到已经是一份恩典了 你和那些譬如龙岸人士做 原来我听到 说到原来都是恩典了 所以一直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很自然地 几十年来 我就一直都出去 还有我去到罗马里 又看到一些孤儿 我也是孤儿 他也是孤儿 只不过我们生的地方不同 那你看看我多蒙恩 所以很多时候 你是会有那种 所谓悲天问人的心 那我没有东西可以做 就是这个世界 但事实上是真的有很多灾难 是有很多战祸 人做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才可以默默帮他们祈祷 或者真的可以去做到一些慈善的东西 譬如说筹款 或者策划一些行动 去帮到他 因为我经常觉得 人是最珍贵 人是最珍贵 这个世界呢 老实说 只有一个地球没有意义的 那所以 在我做的过程里面 我发觉到我自己 知足 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 心里而切意 人生可以活得精彩 活得喜乐 就是懂得和人分享 张玛丽 她以自己以前学会的 自己喜爱的 去和人分享 所以她说 她活得很幸福 不知道你觉不觉到 其实我们的生命 可以活得很精彩 人生就好像是上天 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 去认识上帝 认识自己 认识身边的人 一会儿 Merry会继续和我们分享 当她要面对先生过身 那个阶段 她如何更加去 倚靠上帝的恩典 去活她的每一天 阿兵 健靠奉献 一再奉献 心里而切意 跟 你纳约方 转移団天 并未动燃 哪怕挑战 曾痴痴全心 爱神 倾注全心 爱人人 领事你作人 能效法救主 起身 痴痴全心 爱神 倾注全心 爱人献 上我的人 谁听我在这刻 决志 想抒发内心的屈杰 和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 416-788-3322 给我们 刚才Mary就提过 这几十年来 很多时都会到处去探访 是义务顾波 当中的游历 亦都更能够感受到 这个世界 或者世上有一些人 是需要爱 需要关心 需要祈祷 Mary就提过 人是最宝贵的 而做的过程 是更加让你学会之足 自觉自己是幸福的一群 但是 背后还有什么动力 能够驱使你这么乐意 周围去和人分享你的份爱 你不用照顾这些小朋友吗 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多时间 我有两个小朋友 大个儿子 其实博士毕业 他读robotic 读机械人 是一个工程师 现在在大学教书 做lecturer 讲师 那就独立了 OK 有这么多年 他自己一直拿罪学金 这个很乖的 感谢主 另外我还有个女儿 女儿就大学毕业 就嫁给了一个飞机工程师 两个男孩很爱主 那就两个人 开始他们自己的生活 和家庭 那我自己的恩 我觉得 回头看 哇 就是那个恩典之多 我经常说自己 由武到有 人生就是一场奇妙的恩典 那我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我发觉到 坦白说 我们再去做 你就赚多一点 是不是 你就经历多一点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 好像刚才我开始讲一样 什么都带不走 是 唯有留得低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生命 正面影响人家的生命 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留不低的东西 我已经无兴趣做了 我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就是 我觉得 写作 会说 摄影 做见证 是生命影响 人家生命的 一个正面的 工作来的 所以我就开始做了 做得很开心 我 你怎樣去面對? 我可以分享一下一點 其實我八月中去了澳洲探紳仔 和我先生一起過了生日 接著我就再次忙 又飛去北京不同地方教書 在九月三日的時候 突然間晚上回到酒店 插電話 很多短信進來 突然間就說 Peter 我先生 他突然間心臟病 過了生 那我就馬上安排機票飛回去 星期五的早上已經到家 一路安排一些喪禮 我們的記憶服器等等 我就沒有特別跟子女說什麼感受 當然是很難受 難受到你說不到因為實在太突然 她的身體是很好 那她是怎樣呢? 原來她是星期三來的 那天 九月三日 早上十點幾 在那邊看電視 蓋著張皮仔 因為是冬天 那邊 我們的夏天就是她的冬天 那她看張皮仔 很喜歡看網球 在那邊看球 那兒子上學 六點幾回來的時候 家裡的燈沒有著 她仍然都蓋著張皮 電視繼續在拍球 那兒子以為她睡了覺 就不要吵她 家庭室很大 她就在家庭室 在家庭室 那她就開始著廚房燈 打算做東西吃 看到她睡得這麼好睡的 那進去著燈看她 原來她整個人已經冰冷 冷了 那兒子幫她急救 叫車 那當然是 反而無數地回到天家了 那 我回到去的時候 聽回 看回 心裏面是很痛 因為一個很愛的人 離開了 雖然我們知道是天家會見 但是 哀動的時間 始終都要過 那我就開始畫畫 我畫了很多畫 那段時間 總之 除了祈禱之外 我就畫畫 嗯 知道Mary 張瑪莉在你過往 人生的經歷裡面 你經歷了很多事情 亦都給到你有很多的反思 那對於這次 你先生的離開 對你來說 又給到你什麼的提醒呢 提醒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會等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現在聽著我們這一節 不過我只是想告訴你 不要等了 你永遠都不知道 明天是怎樣 真的你的得救 是真的要你自己 去跟神說 神啊 我認罪 我知道我過往做得不對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會得罪你 有意無意都好 但是你要接受 這個十字的救恩 承認耶穌基督做你的救主 保血洗你的罪 從今以後 你不再做你以前做的事 然後給耶穌基督 給神帶你走你人生的路 就是我特別要跟你說這件事 就是 憑著自己是改不了的 是改不了的人是有罪性的 就是我已經做得 我覺得很不錯的了 我自己覺得有很多的不足 立志為善又得我 行出來又不得我 所以我看著Peter的離開 我就覺得真的人生無上 我剛剛兩個禮拜前 才跟他一起開開心心 我回到去的時候 我已經是跟他做喪禮 所以很多人說 我不要緊 我等一下等一下 不能等 我只是覺得就是 珍惜你跟他一起的時間 讓生命有 有 有 有憑據 還有實實在在的 你知道你自己將來會去哪裡 所以我自己是難受 但我覺得我們的天家會再見 我們有盼望有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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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点点就差 上帝 让我与今生海后年 神亲手提做安排 今天算何愿意 Cherish Island Cherish Island 想挽作美爱与程度 终身感恩 Cherish Island Cherish Island 心里愿意想世贸 与你乐乐 人与人之间的爱好有限 好短暂 但是当你这份爱 加上从上面更大 更完全的爱去融合起来 这份爱 是一份有上帝的爱所包围 是永不止息 是有盼望 是恒久不变 是永不分离 不知现在的你 想不想拥有这份爱 去爱你身边的人呢 耶稣的爱 等着你接受 如果你想多些了解 基督教信仰 你有什么烦恼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帮到你 打电话来 和我们聊聊天呀 我们的生命热线号码是 416-788-3322 人生最灿烂的阶段 莫过于就是存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也留下很多美丽的回忆 而张玛丽玛丽 她经历了这么多奇妙的恩典 让她更加有明确的人生方向和目标 而近这几年 张玛丽 她的人生蓝图又是怎样的呢 近这几年 我在商区 我主要在香港的中环 做福音传播的工作 因为我本身的工作 第一件事我不招班 我自己不会开班搞书 我只是帮一些企业 帮政府部门 那些人是没什么机会 和我接触到 那我唯一的时间 义母做豆令都不收的了 就是食宴的时间 多数12点半到12点9 我就会去到 比如律师协会 委计师会 很多很出名的金管局之内 还在中环区 商区的一些写字楼 那就是和他们一起吃三文字 吃饭盒 速速吃完之后 有45分钟的分享 我就会在那里传福音 那一路看见那些人生命的改变 本来夫妻 真的面临离婚 最后大家和好 看见 真的很多 太多很感人的见证 那我觉得 很值得 做得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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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Mary 这么多年来 你就去过不同的地方 也都接触过很多 贫富悬殊的人 而现在你就更活跃 在市场推广 比较专业的一群里面 对比你这么多年的体会 你觉得 来自不同背景 不同文化水准的人当中 他们有些什么的共通点呢 我觉得最共通的就是他们都是人 他们都是人 只不过 我自己时时看的 我就很少去理他究竟高不高观 卑不卑微 因为我自己出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了 那我觉得 我就觉得 这个世界没有大没有小 没有高没有低的 如果你自己以为自己高高在上的 就是你很naive的 你自己真的太过天真了 或者又继续想问回Mary 张玛丽就知道你来着 有些新的计划 可不可以和我们看路一点点 好笑 我会录制CD 唱歌 我其实从小到大都唱过的 我是唱明星 当你看到天上星星那首歌 张国荣啊 叶德贤那些唱过的 我是原唱 我想再次唱这首歌 和填一个福音词 和一些福音的歌曲 因为我觉得唱歌是喜悦的 所以我会唱歌 我会继续写作 最近launch了我的blog blog就是一个日志 我们叫做博客 就把我的摄影作品 和一些诗 一些金句 已经放上网了 你查Mary章你会查到的了 好欣赏啊张玛丽 你透过自己的艺术摄影作品 再加上衬托的小文章 就是去导出人生的真善美 那现在呢 还打算出了CD 其实当中呢 你又想表达些什么的信息呢 我们常常都听到歌曲都能唱 工作工作 但是再工作 其实不是啦 应该工作休息 工作休息 工作休息的嘛 那但是做来做什么呢 你问他们的时候 好像他回答不了你 我觉得是一种失落 我觉得是一种失落 还有没有信心 有时候 还有 整天都要人家 肯定你的存在 这件事情 其实我自己经历过的 所以我很敢这么说 就是 人家一句的赞美 你就再做了 是不畏什么的做 但为什么你自己 看不到自己 其实是 很有价值 他不赞你 其实你都没的 但为什么他们都要做到这样 那为什么他们不可以 有些生活 还有为什么他们不肯用那些时间 去跟钱买不到的家人 去相处呢 我常常都说 钱解决到的不是问题 哪个问题呢 那些 解决不到的就是 你买不到亲情 你买不到爱情 就算买到的都是假情假爱 他们常常笑 我很懂得享受人心 我会很忙 我很认真做事 我觉得这个应该的 是不是 我们既然工作来到 我们感恩 用心做好它 敬业闹业 但是在工作以外 我们是需要回气 我很喜欢张学有一首歌 偷闲加油站 我们是真的要入友的 那我自己入友就是什么呢 就是看圣经 看圣经里面真的很多智慧 唱歌 画画 种花养鱼我也做 行山 做运动 你真的需要有这些去做 还有我也特别提 其实很多人就说 我们身体是臭疲劳 没有啦 人走了 什么烟灭啦 我真的不是这样看的 我觉得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电 你没理由三四十岁就搞到一个大肚腩啊 然后就会变成型的 那个电是不能卖的 我们要亲爱的 还有我经常觉得你亲爱自己 身心灵健康呢 其实是等于爱爱你的人 你想想你的子女你的家人 如果你病的时候 如果他真的疼你 他会怎么样 有可能我的儿子 可以二十七岁拿博士 我不相信 如果我们个个都不疼自己的 不去医院探你又不孝 经常去探你的时候 你想想他什么都不用做 那种的牵挂 那种的哀痛啊 担心啊 所以我希望 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要有智慧 救就是救 然后救意外 尝试去投资在自己里 很多人投资就想着怎样呢 当然要实赚 我告诉你投资在自己的身上 就赚着的 是吧 赚着的 就是你个人对很多审美啊 对身体的健康啊 健康就是财富嘛 嗯 很有意思啊 相信很多听众都会期待着 张玛丽 Mary的个人福音诗歌 CD面世的 或者去说回 Mary姐 你过往一生就形容 是上帝给你奇妙的恩典 美丽的传奇 那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去看 嗯 你又觉得 你这一幅人生的图画 怎样去形容呢 这幅画没画完 所以我不敢说 但我经常觉得呢 我都将自己比作是一个艺术品的 神很疼我们的 不管你们用什么形式去图数都好 我总是觉得 白纸一张 每一笔是你自己画下去的 你自己要面对的 那究竟这一张艺术品 无论是画作 或者是雕塑 留不留得低呢 其实就很在乎 你现在是不是 真的 根据一个正确的方向行 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看一些艺术家 他可能因为社会的关系 知名度 人家会买你的东西 会欣赏你的东西 但只是很短暂 你的画能不能够留 一百年 二百年 五百年 都成为一张结作呢 这个就很在乎 你的画里面 是不是有真善美顺望爱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 我不是很看现在 人们怎么看这件事的 我不是很看的 就是如果在 自己当是一个艺术品来说 我觉得神已经是 给出最美的色彩我们的了 道具给你了 看你自己要不要的 放在你门口的 我很喜欢圣经那段说话的 你祈求你就会成功 你敲门它就开门 有什么好得过这件事 是不是 所以我很有盼望的 我前面我知道 会越来越精彩的 是你令我人生找到靠谐 是你令我人生找到靠谱的 死因有谷重 你估我过渡 欢恩里 风光里 你共我同在 当身处困难伤痛 来拥我一怀 你是我神 是我奇妙救人 全因为你 令我一生都解你 你令我生命 从空虚化作传奇 无论我 庄月红日 或如黄昏般 正前来 是你令我 如鹰般高飞 全因为你 令我一生都解你 你令我生命 从空虚化作传奇 唯独你是我拯救 我总不知死 直到永远 从心底赞美 人生可以越来越精彩 全因为有这位上帝同行 今天你听到张玛丽的故事 也都全因为 上帝很想邀请你与他同行 希望你不要迟疑 辜负了上帝 对你的等待 同你一份爱 或如流星先要略过 是你令我 人生找到靠意 全因为你 令我一生都解你 你令我生命 从空虚化作传奇 唯独你是我拯救 我总不知死 直到永远 从心底赞美 耶稣爱你 下一次恩与路上再见 愿神慈福你 拜拜 如果你想知道 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 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 打电话来跟我们聊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 416-788-3322 请不吝点赞美